主料,高筋面粉300克,低筋面粉35克,糖50克,蛋液40克,盐4克,酵母4克,奶粉15克,牛奶175克,辅量,黄油35克,蜂蜜水,植物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将主料的液体先放入面包桶,放入粉类,顶部放入酵母,埋起来, 开启一次和面程序,一次和面程序结束以后,加入黄油,开启第二次和面程序,揉至薄膜扩展阶段,开启面包机芭蕉程序,进行一次发酵,发至2倍以上大,取冲面团进行排气,平均分成10份面团,滚圆,静置15分钟,泡盘上刷烧植物油,多刷一点,底部才会脆,注意份面团赶开,由外向内, 叠起来,中间切断,底部沾上水,再沾点白芝麻,摆进烤盘,进入了二次发酵,发至1.5倍大,刷上蜂蜜水,表面撒点白芝麻,放入烤箱中层上下火,180度16分钟,再取出来,关上火,开下火,放入底层200度5分钟,烹饪技巧, 蜂蜜水的比例是1比1,如果想底部更焦脆,可以多烤几分钟,注意别烤焦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